宗师希再次遇见蜈蚣 这一次他能不能成功复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和平日一样 小白和小黄晒着日光灯 小白高冷 小黄有点闷闷不乐 康康拿了一条蜈蚣 小白一口咬住 蜈蚣在挣扎 并且成功挣脱 小白追了上去 再次咬住了蜈蚣 小白的牙不行呀 看着一直在咬 但是好像蜈蚣没事 咬掉了蜈蚣的一条腿 来康康喂给你 这一次蜈蚣应该跑不了了 在康康之前的视频中 宗师希曾经被蜈蚣咬过 而且差点挂掉 后来康康精心照顾 宗师希才缓了过来 所以这一次 宗师希算是成功复仇 宗师希把蜈蚣吃了下去 不过地面上 还有两只蜈蚣的脚 来 咱不能浪费 光盘行动 小白今天表现得很乖嘛 来 还有一只 至此 小白吃光了整条武功 吃完东西之后 小白和小黄 一起在沉默上 晒着日光灯 小白 你又欺负小黄 康康一会儿把他俩分开安置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